哈喽大家好我是婷婷 前几天我在网上无意间刷的那个做蛋糕的视频 然后 惨死我了 然后我今天就想自己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没有做过蛋糕 想试试今天做的怎样 我们准备出发吧 我是不是忘带口罩了 大家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今天我拿现金 然后去买菜 深圳这几天天气不是很好啊 不是刮风就是下雨的 大家在外面要多注意身体 不要弄感冒了 感冒你就会被隔离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 一大清早就有很多人在这里面来买菜 这个人口好密集啊 感到有点害怕 这里有鸡蛋 我们买几个鸡蛋吧 我们还是买这个家鸡蛋吧 煮鸡蛋 万一蛋糕做失败啊 多浪费啊 十块钱一斤 然后六块钱是不是 六两 六万 好 我穿这么好看到底是为了啥 竟然只是为了下去买个菜 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子啊 我回来了 我觉得应该写一个标题 女子穿着光鲜亮丽 竟直是为了下楼买五个鸡蛋 我发现了她这个菜市场的鸡蛋比超市的要贵啊 上次买了四个吧 两块五 这次买了五个 然后就六块 而且还不是土鸡蛋 我都怀疑她是不是等我蹭呢 我刚刚又看了一遍视频发现 我们忘了买一斤面粉 我现在下楼去买面粉了 我回来了 买了这个面粉 两块 然后两个柠檬 八块钱 我们现在去做吧 有毛病吗 没毛病 全都齐了 哈哈哈哈 重头戏来了啊 我看网上说把那个矿泉水瓶割了 可以打发蛋糕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吧 自制打蛋器 超级好看 我们去盘它吧 哈哈哈哈 我现在已经搅拌了五分钟啊 为什么是这个鬼样子 这是不是她说的造成小 不太管了 我们再打一会儿吧 漫长的等待时间 我想象的蛋糕的样子 怎么还没好啊 饿死我了 这个大的好像已经好了 我们看一下啥样子吧 走你 好丑哦 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失败了 熟没熟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扁的那么高 我做成了一个饼 不管了 我们先吃一下吧 还可以 现在我们第一个吃完了 我们等一下第二个吧 到底哪个步骤做错了 不过虽然是个饼啊 但是味道也还是可以的 不难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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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